特勤人員敲破玻璃直接進到屋內 前後花不到10秒鐘 因為警方掌握情緒 有詐騙集團強身在台北市中山區這處大樓內 嫌犯以假投庫公司名義 誘騙民眾以高價購買低價股票 再從中賺取暴利 不法吸金超過7000萬元 警方調查發現嫌犯會隨機播電話 加民眾好友提供假投資報告書 鼓吹電動車 晶片概念股等 以股票前景看好等話數 誘騙民眾匯款 行徑就像是台版的華爾街之狼 警方經過長期收證 一舉逮捕22名嫌犯 查扣現金 保時捷轎車 和交戰手冊等張證物 刑事局提醒民眾投資還是要循正常管道 接到陌生推銷電話 最好還是小心求證 以免血本無歸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累均 老船 森 老船